警察拖来两包沙袋绑在死刑犯脚上 囚犯不明所以地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警官回答 行刑的人准备给他戴上头罩 囚犯又发问了 说能不能不戴 警官耐心解释 套索下来囚犯依然很平静 问警官他犯法会不会影响家人上天堂 神父回应道 这下囚犯终于放心了 安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随着控制感的打开 囚犯全身悬空 扑腾了几下就死了 可他同时被执行死刑的还有另外两个人 阿辉和大江 他们和肥猫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 三人还效仿刘关张一杰金兰 之后却成了轰动一时的三浪案主犯 三浪案是上世纪60年代震动全香港的案件 也是香港十大奇案之一 今天我们就通过影片看看这起案件的始末 三位主人公都来自社会的底层 阿辉在一家商社做清洁工 平时在公司扫地擦桌倒垃圾 经常被老板黄百万呵斥辱骂 肥猫是没有资格挣的电影化妆师 收入微薄 但和老婆生了五个孩子 日子过得自然是紧巴巴 大江则是普普通通的驾校教练 单身多年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 也没什么钱 但他们三兄弟平日就爱骗骗年轻女演员 阿辉借植物质便在公司穿西装扮大款 肥猫负责带女演员接触她 大江自然是开车接送她们 不料新来的一单被老板撞捡 当即痛骂了阿辉一顿 又指着肥猫和大江臭骂一通 把他们赶了出去 阿辉除了装大款 平时就和五女阿丽私混 是个吃软饭的家伙 不巧黄老板的儿子 求少爷也勾搭上了五女 两人一言不合发生争吵 连带着阿辉成了少爷的仇人 这天肥猫又找来新的女演员 准备故技重施 但大江的车没有了 就来找阿辉帮忙 只见阿辉打开老板的车 用一根吸管吸出了汽油 这一幕正好被老板和求少爷看见 又把他们骂了一顿 还扬言说要报警 阿辉本以为跟老板认得错就行了 没想到却直接被开除 郁闷的三人在一起喝酒 喝着喝着就开始口嗨 说要绑了求少爷找老板要钱 心动不如行动 阿辉和大江开始认真规划起来 胆子小的肥猫本来还很犹豫 但出于对兄弟的意气 他也只能答应 没想到这一切都被揭露子小明听到了 等三人动手的那天小明突然出现 他们只好让他加入 四个人就这样绑架了求少爷 没想到被打晕的他一醒来就认出了他们 求少爷嚣张拔护惯了 站起来高喊要报警 暴脾气的大江掏出枪 抵在少爷脑门上让他闭嘴 少爷先是假衣服软 下一秒却趁机逃跑 害怕事情暴露的四人在后面拼命追 富家少爷不敌粗野莽夫 还是被追到 三兄弟把他按地上一顿暴揍 结果没注意下手轻重 给人赶死了 他们第一次失手杀了人 瞬间慌神 但是已至此只能继续下去 他们挖了坑把少爷买了 阿辉还割下了少爷的左耳 因为上面有科制老板认得 可以继续勒索 男人从鞋底拿出一个信封 再打开另一个鞋底根 拿出一只人的耳朵 把他放进信封里 翻过来上面分明写着要给富豪黄老板 黄老板收到信 要他拿两百万花儿子 落款野狼帮 警方判断这是一个组织强大的专业团 要黄老板出钱给警方悬赏 黄老板是一个扣门的富豪 不仅只拿出五万悬赏 罪犯要求的二百万他也一直没答应 三兄弟和他周旋了好久 才以五十万的价格敲定买卖 虽然离目标数额很远 但三人已经心满意足 毕竟那时候的五十万也绝非一笔小数目 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 仿佛自己已经发横踩了 但乱乱没想到的是 到了交易那天 三兄弟看到对方早已带了一车的警察埋伏 气得他们只想宰了黄老板 既然不肯给钱 那他们就直接绑了老板吧 三人躲进公司厕所 老板一进去就被从天而降的他们打晕 然后被装进麻袋开车运走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慌乱中带着配合的默契 他们把老板关进了一个木箱里 电风扇吹着 吃喝可以递进来 还贴心地准备了如厕的谭鱼 三人承诺只要老板写信给钱 可以立马放了他 谁知料到儿子已死的老板就不统计 和他们打起了持久战 即便三人威胁要杀他 黄老板也是视死如归 好在机智的肥猫套出了话 得知黄老板最怕的就是蛇 他们把蛇放进谭鱼里再递进去 黄老板果然被吓得屁股尿流 马上答应给钱 三人终于成功拿到100万 给了小明5万后剩下的评分 阿辉交代大家最近不要大手大脚向爆发户 容易暴露 结果转眼自己就带着舞女去高档餐厅消费 还大方地给服务员消费 大江买了一辆新车带母亲旅游 背着妈妈爬山 可以说是非常孝顺了 肥猫借给老婆过生日之名 请一栋楼的街坊邻居吃饭 大摆宴席 三兄弟终于扬眉吐气 一改之前的穷酸样 不料这是一个叫鬼剑仇的赌徒找上来 说知道他们干的龌龊事 并索要十万封口费 原来小明是个赌徒 很快就把那五万输光了 在鬼剑仇的缩始下 两人想找三兄弟要钱 看来这是两条大鳄鱼 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他俩也做了 这样才能保住绑架杀人的秘密 鬼剑仇一进到家 就看见三人早已潜伏在这里 杀了鬼剑仇之后 他们叫上小明一起挖坑埋尸 小明越挖越觉得不对劲 坑已经够深了怎么还不停呢 阿辉直接亮牌 接着就把小明踹进了坑里 被逼急的他拿出匕首刺伤肥猫 然后趁机逃命 四人又是一番惊险刺激的追逐 直到小明跑到了马路上 这时一辆警车刚好开过来 小明抓住机会赶紧求助 三人看到立马转头撤离 逃过了警察的眼睛 这两个男人正在躲避警察的追捕 他们拿过旁边的木板车趴在上面 从阶梯上滚了下去 从警察的包围中冲出一条道路 但不幸的是 到了最底下来不及刹车 一头撞上了前面的水箱 场面变得更加混乱起来 一天前 小明被警察暴力审讯 不是胸口碎大石 就是喝特制的泥水咖啡 在警察的威逼力右下 小明转为污点证人 供出了三兄弟的所作所为 肥猫看到外面的警察正走过来 急忙收拾行李准备逃 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好转身上了天台 钻进隐蔽的鸽子笼里躲起来 眼看老婆孩子被警察带走 肥猫着急的不行 但又无可奈何 几分钟前阿辉和大江在楼下等他 但警车越来越近 他们只好先走一步 阿辉先去和女友阿力告别 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交给他 这是广播报道的三浪案 警方正全程通缉他们三个人 阿力这才知道阿辉的钱从何而来 大江冲进来说警察来了 拉着阿辉赶紧逃 后面是穷追不舍的警察 阿力掀翻椅子设置障碍 为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 但两人撞到水箱后 大江被柱子卡住 阿辉也因为摔跤被警察捉住 到了晚上 肥猫从笼子里钻出来 外套上全是鸟的粪便 他爬管道准备回屋 结果在经过邻居家时被小孩发现 小孩起身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极度慌张的肥猫拿着菜刀想要干掉他 好在李治及时阻止了他 下一秒在附近蹲守的警察冲进来按住肥猫 自此三兄弟悉数落网 因为谋杀罪名成立 三人被判还手死刑直到弃绝身亡 听到这里大江的反应最大 他不能接受这个结局 肥猫已经被吓得精神呆滞 他的反应最小 而胆子最大的阿辉轻笑了一声 又马上严肃下来 短短几秒从不敢相信到彻底震惊 下午六点准时行星 五点是亲友最后来探视的时间 最先来的是大江母亲 大江起初还很高兴 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 因为他自觉无言面对母亲 于是母亲流着泪给他写了一封信 第二个来的是肥猫老婆 他带上所有孩子和老公做最后的告别 肥猫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是相对圆满的 阿辉 女友阿丽本来是准备来探望的 但出门太急下楼梯视角意外 直接从上面滚了下来 肚子里的孩子也就这样摔墨了 等阿丽从医院醒来 已经过了探监的最后时间 所以阿辉到死都没能见女友一面 不知情的他还以为女友抛弃了自己 直到厌弃的那一刻都心有不甘 嘴里一边骂着复兴的女友 一边停止了最后的挣扎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三兄弟的命运令人唏嘘 他们的悲惨结局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吗 看完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